星期一晚有一场英超独脚戏,就是两支伦敦球队对碰 水晶宫主场对着阿仙奴 阿仙奴在第一周比赛,主场小胜森林,其开得胜 加上他们今季在整个夏天的祖军都很活跃 在每个位置上都成为连行违斯、过益 也成为夏域斯、天靶等 最近也成为了西班牙的门将雷耶 所以很多事情之后,加上他们上季的表现 令很多人觉得今季应该有些作为,对他们的期望更大 但天靶就受伤了,出不了了,要墙头了 今场球对着水晶宫,例如水晶宫在第一周比赛 也赢了一个作客,赢了星班牙的石飞联,1比0 所以今场球会觉得,大家都看好阿仙奴 因为无论人脚和实力方面 似乎阿仙奴相对比较高 但这种力化的踢法,往往对着强队也会不输事 特别当对着阿仙奴这类型的技术型球队 往往可能有些惊喜出现,也不出奇 所以大家会觉得,水晶宫也有些人会觉得 水晶宫会不会有机会爆懒 整场球,上半场相反提成0比0平手 下半场去到54分钟,阿仙奴终于找到一个缺口 当时在禁区顶,有个佛球快开 一个直线折下来,尼基迪亚 尼基迪亚就积境了,马上转身,塞进禁区里面 然后也令出形的水晶宫的门将Sam Johnstone 就扑了他那里,扑不到球,扑到个人 扑掉了他,球队直至12码 这球是要看VAR的 因为中间那里也有水晶宫球员回后 那时候就疑似给阿仙奴球员 好像不知是否有身体移动之下 所以就一直看VAR,一到就以为会不会吹回 进攻犯规呢? 最终当然就没事了,所以就12码了 12码就不是撒卡仔射,又对了奥迪加特射 一射,Sam Johnstone就捉错路,奥迪加特射入 1比0,阿仙奴终于打破僵局了 但阿仙奴终于打破僵局后就不太顺利了 之后就真的出现了一点点危险 首先在60分钟赴安健阳 因为扔界外球的时间 被球阵认为他太晚了,拖延时间罚了王牌 7分钟之后也因为水晶宫打反击的时间 赴安健阳回防的时间 从后就撞一撞阿优,阻止他进攻 球阵随即出多面王牌,两王一雄之下 赴安就被逐离场,阿仙奴在余下的30分钟 就要打少一个人 虽然这个慢镜显示,赴安的动力很小 超轻微的 但球阵仍然是给了王牌 球阵仍然觉得因为对手打反击 从后阻止他,就要罚王牌 所以 再加上之前,所谓拖延时间的王牌 所以两王一雄打烧过 然后被水晶宫围攻 但阿仙奴最终能支持到 力宝胜局最终作客1-0,击败水晶宫 可以说成功全取3分 两战全胜在联赛中6分 今季的开始也算不错 水晶宫围攻击是今季第一场的败仗 在这一条影片之前 呼吁大家入队朋友 麻烦帮忙订阅和分享这一条YouTube频道 帮忙订阅和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留言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 可以按个赞,麻烦大家 CLSS,留言,赞,订阅和分享 这一条影片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做了 增加YouTube推播的机会 这个期间继续有,会有6个节目 球季开始,也会有升级直播 希望大家一起进来看球 每个星期间,正常来说都会有升级直播 英超为主 周中看状态看起码 无论进来的,在下面留言留言也好 和直播也好 都是那一句,以礼相待 互相尊重 你觉得这些免责条款也好 什么也好 你觉得说了不尊重你,没什么好说 不好意思了,你进来挑机的话 那就拜拜了 还有就是可以追踪Patchel乐远路的IG 希望大家追踪他了,谢谢 首先看看双方的阵容 主队的水晶宫那边,领导有赫神爷爷 排到4-5-1阵式的龙门 就是Sam Johnstone 后方又有志祖祖尔华特 左基姆安达神 古哈和泰力米曹 中场 右边就是佐敦阿优 左边就是萧立普 三个中场 防中两个就是利马和卓克杜哥里 进攻中场用了艾斯 精箭头就是艾道阿特 哪边双呢?阿仙奴呢? 今场因为添把要长头 上了ACL 似乎这半年都不用预计他了 阿迪达在位置上有变动 不过其他位置上 都是跟上场不一样的 龙门继续在藍丝 后方又有志祖帕 Ben Wright 沙列巴和富安建羊 代替了天把的位置 三个中场 奥迪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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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琴卫斯 和夏域斯 前面三叉击 薩卡仔 尼吉迪压 和马天尼尼 首先要赞一赞水晶弓 其实水晶弓这场球的防守 也是严密的 亦是一贯一如赛前所料的 一向在赫神爺野带领之下的水晶弓 战术上可能比较简单 但水晶弓的球员 不会太复杂的 这些战术都不公平 所以战术只能以防返为主 在中场争夺 中场上高效率的防守 再刹动反击 很依靠这件事 这场球的水晶弓也是这样的 其实很大部分时间 特别上半场 他们的防守 可以说做得挺好的 很严密的 令阿仙奴上半场空球时间 虽然是多 但真正满满机会 亦相对比较少 除了尼基迪亚射球中处 甚至维射球高 雷迪亚射球中处 还更加上尼基迪亚射球 射球价射球在完半场前 射球是我被救出之外 但这些攻势也不太大威胁,甚至水晶宫很多时候都成功破坏了阿仙奴的推进进攻 所以水晶宫这场球的防守,特别是一些防守球员,例如古赫、佐基姆安特神等等 这些都是表现出他本身的水准,可以说相对地是不断地再加上一对防守,利曼和杜哥里 不断地互相去保位,塞回位置,令阿仙奴前面不太多空位去用 他亦趁机打防犯,很多时候一有波就立即摘上去,让阿优去杀,或者经艾斯去做 当然水晶宫对着前线球员的个人质素不是太高 所以真正他们威胁到阿仙奴的机会也不是太多 但上半场起码足够了,可以守和到 想着可不可以在下半场找机会 只不过因为1个12码令他们先落后 其实他们先落后之下也不是没有机会追回 因为赴安健阳的避族,令他们有打多一个人的优势 而那段时间,阿仙奴已经要缩后来踢 阿迪达也要拍大巴,就是打烧过吗? 难道你还去和你斗工吗? 虽然,星期日那天,韦斯咸打烧过,看上去也不像打烧过 两回事,每对球不同 在那时,阿仙奴不断吊起球 其实是可以制造混乱的 在阿仙奴的后防,即在禁区里制造混乱 不过,他们的进攻略嫌真的比较单调 不断在两边吊起球 大位也不能落下底线,大位也不能落下底线 虽然是叫做搏到混乱,但始终放不到球进网 释逢阿仙奴的后防,表现也集中 加上藍斯队也奋勇作战 而且,水晶公也是在前面欠缺一位 可以放到球进去的射手 即是亚尔特、佐敦亚优的 始终不是那种多产型射手 所以这件事也令水晶公有点理计 即是米曹曾经阻振到上来射手 不过,对着大大的龙门也炒高了 艾多阿仙奴不是没有机会的 你原场前的球 无人看管之下又顶斜 即是可以怎样呢? 即是水晶公之后那段时间 下半场后段围攻阿仙奴 那时可以说他控球率是超过八成 即是那段时间你直接围住阿仙奴来打 阿仙奴索性前面都已经放你进攻 索性就把他守住 但始终入狱的攻门不多 所以碎中水晶公再加上 有个VRL看完之后就觉得没事 那球再看到其实没有事 也不是错的 因为始终这个球是艾斯 没有意义是艾斯 那么进去 某程度上是他自己的脚撞到Party的脚 即是主动看上去看慢镜主动就像是艾斯 做主动撞上去 那很难啊 难道这样就吹十二码吗 那就没有天气了 所以不吹十二码是很正常的 那没办法 最终水晶公也追不到 追不到平手 那就输球而回了 那阿仙奴那边 阿仙奴那边 那边 今场大部分时间 都是用上场的人脚 表现 其实 如果以这群球员的标准来说 其实是不过不失的 不是太突出的 上半场面对水晶公 这种严密的防守 其实好像有点无从入手 要去到接近三十分钟才叫做 尼吉迪亚的中处球 叫做有威胁 其实如果再看回 他们对着水晶公 因为前面水晶公的后防 不是太多空位给他们猜 那阿仙奴自己本身也很有耐性去猜 也不是急着说要去 一定要尽快压住他 就是要拿入球 入球最好 入球也有耐性去猜 拿空位 起码前线上尼吉迪亚这个球员 今场球是合适的 今场球的表现是值得一赞的 你看到这个球员 虽然正常来说 若然耶稣仔复出 也应该是耶稣仔拿回正选位 但起码尼吉迪亚如果作为后备 是绝对称职 绝对称职 今场球你见到他 其实 你见到他比上季更进步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起步那一下 起步那一下是再快了 再快了 而且走位的醒目了 可以说 用醒目了去形容 上半场 即入涉 以及下半场 拼到十二码 正正就是那一下 起步快你半步 快你半秒 其实已经很足够了 快你半秒 你还要你向前 你作为前锋 你向前 后备要面对着 要转身 其实半秒 内回其实已经是 起码超过一秒 已经快了 所以尼吉迪亚在这方面 是有好处的 有好处 他也能把握到 懂得利用这个好处 是他的为球 做了一个进攻 进不到球 虽然今场球 有少少没有运 而且尼吉迪亚也要改善一下自己的把握力 始终都是略嫌 略嫌是不够稳定的 其实如果尼吉迪亚要做正选 要欠正选 不是没有可能的 不是没有本事的 不过 你首先要改善一下你的把握力 再提高 再有进步 这样就可以装备好自己 最好了 但是今场尼吉迪亚在前面 很有威胁 无论是做个逼抢 或者是做一个接应的进攻方面 那些走位 拉空的全部都做足了 这两场尼吉迪亚的表现是不差的 如果之后有更多的上阵机会 其实这个季初的表现 是他自己努力得回来的 当然今场球看得最好 就是迪勤怀斯 也拿了官方的man of the match 今场阿仙奴很多时候的进攻 奥迪加特在中场 虽然他入球射入十二马 但是今场阿仙奴的表现 不是很sharp 拿了球的机会也不多 但是很多时候 球权给了什么呢 就是给了迪勤怀斯 做一个从后场组织 擦影 推到球上来的 这些亦都是 阿迪特为什么买他回来 也不用说了 之前已经说了 就是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 而迪勤怀斯今场在后场做出的不少 就是不要说后场 在整个全场做出了很多不同的传送 要短传有短传中距离有中距离有长传有长传 而很多成功率都不差 你再看回这个圈 这个圈 有54个 只有6个是incompleted 但是你再看回他 无论是后场还是前场 很多时候他继续放上去 他不断配球走位 很多时候队友也帮他做走位拉空 让他有更多选择去全球 似乎你看到迪勤怀斯的融入程度 真的比相当中更好 迪勤怀斯这个球员是很容易够的 但是也有点想不到,始终是人,融入要时间, 但是你看到迪琴华斯的融入程度,真的比预期中快,是有惊喜的。 这场球,你看到他在中场的重要性,特别在传送方面, 很多时候是由他进攻起点,令阿仙奴的进攻在猜拳方面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迪琴华斯这场球被选为最佳球员,man of the match,绝对实至名归。 当然,进攻上还有一个失色位。 其实所谓的失色位,始终他表现比较静局,就是夏域斯。 今场球暂时看上去,暂时仍然比较... 不算是很合适。 仍然在找着他的位置。 所以这场球暂时不算是很合适。 但是他在逼抢,在差顶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你看到是有水准的。 同队友的默契比上场比较好,但仍未够。 在中前场方面,似乎暂时他也做不到什么太突出的表现。 这个球迷一直以来,对他预期的期望也很高。 其实夏域斯也要为自己爭气。 由加盟之前,到加盟之后,到现在,整天都被人看死。 被人觉得是否不够了?是否不行? 你不要浪费钱了? 夏域斯,某程度上,到现在,你也要为自己爭气,踢上好球。 否则,只会一直这样,对你自己的压力那方面, 也会更加增加,影响到你发挥。 到后半段时间,当阿仙奴少了一个, 那段时间,水晶公不断利用两边的攻势, 调球进来进门,令阿仙奴的禁区很混乱。 在这段时间,阿仙奴的后防也不断集中。 整场比阿仙奴的后防都集中, 把水晶公的前面威胁减到最低。 特别是沙涅巴的球员,如果可以说, 要选一个在今场比后场, 表现得最好的一定是沙涅巴。 更加特别是下半场的时间, 一夫当关的表现,令人觉得, 无论是解围还是清手的球时间, 整场比阿仙奴有八次解围。 八次解围。 这场比阿仙奴冠绝全场的, 他真是冠绝全场。 这场比阿仙奴冠绝对表现最好。 呼喊吧, 第二个拿的王牌可以说有点伤确, 但第一个球这样有点无谓。 扔架为球慢了, 而拿的王牌还要60分钟。 这场比阿仙奴冠绝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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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这场比阿仙奴冠绝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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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阿仙奴冠绝 這方面你見到Party和這兩場球 無論在內切的時間和回到右閘的時間轉換 都還是需要時間適應的 沒有上季那種在中場推高球上去做防中 那麼得心應手 老實說如果踢右閘在馬太會的時候也踢過 再加上本來也是中場的 如果要時間適應就需要少許時間 應該會更好 這場球雖然阿仙羅的表現不算太突出 但總算得到3分 即是有驚無險 接下來阿迪達對看阿仙羅的比賽 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還是繼續訓練這群人繼續用熟 儘管可以看看今季阿仙羅的比賽 但其實Timba的相出也想看看 阿仙羅會不會簽到新的中堅 大佬伤了半年 即是上半季不用預算 上半季又有歐聯聯賽 你怎麼搞呢 你無論如何都要簽一個人回來 所以可以看看 轉回槍還有大約一個多星期 看看阿仙羅會不會有簽多人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麻煩 放個Like和Subscribe這條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Subscribe和Share 還有在Youtube按鈴鐺收通知 正常你的新節目和Live都會彈出來通知大家 還有就追蹤Patrick內遠道的IG 因為逢有新節目和Live的預告 我也會在IG上發帖 亦會登上IG的故事 好,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